日本女人出轨率稳居世界第一,难道丈夫不在乎?答案让人心酸。 随着我们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好,我们的生活水平质量直线提升, 衣食住行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的问题,很多人都开始喜欢出国旅游。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,景色优美,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旅游。 但有游客在日本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, 日本的女性出轨率居然高达世界第一,但是丈夫却从来不选择离婚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后来在经过了解后得知,在日本实行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, 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,所以在工作中很难有好的待遇, 一般在结婚后,他们都选择在家中相夫教子, 但时间久了,家庭的压力全部落在了女人身上, 如果这时候有人对他们嘘寒问暖,就很容易攻破他们的心房。 但是奇怪的是,他们的丈夫即使知道了,也不会选择和他们离婚, 因为在日本,婚姻法对于女性的保护性极高, 就算离婚了,男性也要对女性提供抚养费, 就算女方再婚,也不能终止, 所以有很多日本男性,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忍着了。 对此,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?